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大家是多麼心愛香港這個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 威威!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9月27日 找到源頭了,真是知中國者,又或者是知習近平者,就抹躍這個XX,叫什麼名字呢?這個,Dahama,好像是叫Dahama,不懂得讀啊,印度名字。 話說,原來呢,印度的一位前部長,他在Twitter那裡是擁有一千多萬的粉絲的,而他這幾天呢,就連續這樣轉發了幾條,有關這個習近平遭遇政變的英文消息,英文可信度高一些嘛,是不是? 於是乎呢,就導致了,習近平消失,還有中共內亂等等的話題,迅速這樣,就在印度,首先發源地是印度,然後還有德國,難怪他都有留意到啊,等等的多個國家的Twitter那裡,就登上熱手啊,那但是你都不可以排除啊,這位印度的前部長,就是,不過沒有啊, 啊,中共的內部應該是很提防印度人的啊,你見他解放部隊裡面沒有印度人就知道啦,是不是? Anyway,我們繼續看下去,奧地利標準報9月25號的刊文裡面就說到,啊,只是證明了幾件事,第一,社交媒體上面呢,啊,那個謠言,啊,的力度,還有那個持久性,是非常厲害。 第二,這個呢,就是講緊,共產黨內部不構名啊,啊,令到很多其他人,啊,的不停揣測,黑箱作業那樣,那但是真是查一查他啊,你不排除這個印度的前部長可能同中共的那些官方的解放部隊勾結的啊,是不是? 那這裏也講到啊,李喬明,啊, attended the seminar, in cease absence, sitt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left group, in the first row, under the stage, next to China army commander, Liu Zhengli, which is the focus of the camera. 就是講到由於啊,啊,啊,在這個軍事會議裡面,啊,啊,這個包子就沒有親自出席,那就是的,保心他啦,準備個影武者嘛,至少都出一出席,這麼大支東西,是不是? 那結果,在他沒有出席之下呢,這個李喬明之前呢,就被人剝織的哦,但是竟然可以出到席,於是乎就引來猜測啦。 啊,啊,但是其實,清楚這個習包子,啊,他叫習包子嘛,的人你就知道啦,他是公檢法一體的,所以才重判了孫力軍各樣他們,啊,有那個能力。 同時間他的親信是王小紅,不用每次做事都露面的,他是緊抓了這個特勤局、公安部和政保局的,就就是之前講過明朝的制度了,他是還不還緊扣的,你是要這麼多人一起,啊,啊, 啊,使他能夠被人剝織的話呢,就只有一個方法,真是薄浪沙啦,啊,你有個大鐵追轉,啊,一夜,這樣就將他擊殺。 所以啊,他和他那幫軍頭呢,就清楚這件事,有沒有玩過打地鼠啊?啊,所以他就是不會刺頭出來的。 啊,這條是收得千年道行的蛇妖,啊,這麼容易發海可以收到他嗎? 沒那麼簡單的嘛,你一方面,就非常之,就是這個是主觀意願啦,啊,你想他快點歸西。 是,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毛澤東本人呢,啊,你覺得他聰明還是愚蠢呢? 在治理國家方面,他是極度愚蠢的,啊,因為為什麼呢? 他不是為人民福祉的嘛,他為自己福祉的嘛,於是乎就做盡壞事。 但是另一方面,他在輿論眾生方面,就非常聰明的嘛,可以說是玩謝了所有人,是不是這麼說的? 啊,而朱平一樣,他是權鬥方面的專家來的,啊,這點你是不能不承認的。 所以他是會用盡了一切,在洗手間裡面的那些防漏措施,啊,加多幾層英泥,防水那種,我們叫這些就滴水不流,槍桿子出政權啦。 那至於你說,咦,不是哦,黑強的地攤經濟開始翻回來啦,為什麼呢? 你看多一陣子啦,啊,你看多一陣子啦,我一向都是這樣去估計的,就是我都說了,很快就會放寬給大家的啦,不過,在講的防疫上,其餘的東西呢,他都是一把掌的。 那為什麼你說防疫,是會放回給大家?因為,正如蔡霞校長所講啦,黨校的校長,反而她那個分析呢,是最符合共產黨的個性的。 就是這個朱萍呢,啊,一直是以防疫為名,那但是呢,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在大家表面見到的,就是防疫,實際上,他做了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將中國人口袋裡面的錢搖出來,去資助他的那些遼寧號,山東號,以及將來啊,他不會現在搞的,將來啊,要越過台海中線的時候呢,的資金。 第二樣東西,就是借防疫為名,其實這三年間,啊,他是不停地清洗軍中的內部,啊,以及很多經濟上的勢力。 我上次說錯了,不是蕭有懷,是蕭建華,我撈亂了啊,都是姓蕭,還是蕭建華,隨便啦,明天系基金嘛。 誰知道原來不是他,哎,我也失策,原來是印度那邊傳出來,我搞錯了,就不是明天系。 那你不知道的啊,可能那個印度的前部長和明天系有疑問呢,就不清楚了,這個不是我們猜到的範圍。 就是我沒有可能追查到那個謠言的 source 的嘛。 至於你說地攤經濟,啊,為什麼能夠搞得出來呢? 以及香港為什麼能夠零加三呢? 就更加是他大權在握的跡象。 其實由他到訪這個烏茲別黑的那些呢,基本上是大局已定。 啊,這四個字。 你當日的分析就說他是不敢出國的。 既然他出得國,就即是大局已定。 是肯定的事,是大局已定。 就由於大局已定的關係啊,那個政治的動機已經沒有了。 啊,不需要再搞防疫啊,也不需要再收得那麼緊。 所以一直的推斷就是呢,阿寬!啊,沒錯啦! 他是會慢慢在防疫上面呢,放寬出來的。 直至他有下一個政治動作為止。 而在二十大之前,他要防的當然就是對家啦。 即使李克強啊,本人啊,你見到他都沒有將李克強開堂破覆。 就即是呢,這個是閹人來的。 簡單說就是,所有的東西都是服從這個朱平的。 能夠讓他放出這個風聲呢,就跟這個周恩來差不多的。 即是他是容許去講一些關於經濟上面的東西。 在經濟上面的權力呢,某個範疇他是可以留一兩條招出來的。 很快就知道的啦,因為人事變動這些東西,你一看二十大之後的那些名單, 如果全部都是阿習的人,啊,最多放多個團派的,不會江派的啦。 江派已經被清朝台盡,野心太大了。 那你就會知道啦,朱平是大權在握。 這個絕對是大路的分析來的喔,也是非常熱門的喔,你要留意喔, 當半燈坑的時候呢,五十五十的時候呢, 那燈神才可以發揮作用的喔。 阿拉丁神燈,是當你在二選一,啊, 心哩哩鑽,不知道選哪樣好的時候, 那跟著,哎,他選了A了,一定開B的。 是要五十五十的時候,你叫他選,啊,那絕對是中的。 那但是如果是貼大熱門的時候呢, 就是他說太陽由東邊升起, 就斷斷不會由西邊升起的。 這個你要懂得阿拉丁神燈的玩法, 如果不是呢, 觸極你見那個燈神都不出來的時候啊,啊, 那你就知道了, 就是原來那個觸法不一樣。 分析的框架和原理就很簡單的, 你說華國鋒的年代呢, 有這個政變不出奇, 因為當時那個勢力陳級的分配, 都還沒去到平衡點, 但是經過幾十年的變化呢, 已經是固定了, 啊,還有是不會有這些這樣的陳級演變的了, 於是乎, 就一定是要由下至上去推翻的, 民變四起就是這樣來的了。 這個就是為什麼, 啊,有一個定律, 就是共產政權呢, 是沒有可能過到七十年, 原因就是因為, 七十年的腐鬧, 它內部陳級已經沒有了自我修正的機制, 而必定是會由人民去推翻的, 但是這個過程就必定是腥風血雨, 血流成河, 揚州十日, 家定三途的, 是沒有一個和平的方案, 而且, 在終結之前呢, 還有可能就一個顛簸的過程, 是有機會會有cancer末期的, 你見到俄羅斯就是好例子了, 原本呢, 是想著這個手術成功, 哥爾巴喬夫, 誰知道呢, 葉利欽之後就出了一隻普京, 帶來對俄羅斯的禍患, 啊, 比起當日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可以這麼說, 只要普京夠膽, 再越雷池半步的時候呢, 俄羅斯是會滅國的, 其實跟人的身體變化是很相似的, 這個細胞不停異變的時候呢, 到最後是臉腫到無可救活, 初期手術成功呢, 的機率才是高的, 就因為初期容易改, 後期的時候呢, 你放什麼人進去, 他都是屁股指揮腦袋, 是會受到那個制度所蠶食, 啊,到最後永不超生的, 就是這樣, 好,今天講到這裏,